陳雅玲檢任視察 循序部法規司謝盈隆檢任視察 司法院行政訴訟及懲戒廳 陳國城廳長 考試院第二組檢任秘書林啟貴 監察院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處 林惠美處長 好 今天下午的議程是繼續併案審查 行政院行情審議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修正草案 與委員高志鵬的23人 及國民黨黨團分別擬聚之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本會已經在3月7號、3月31 及4月20日 本會及第二、第11、第17次會議審查 那麼已經進行逐條討論 並且通過部分條文 第一條跟第三至14條 現在要接續啊 從第15條開始審查 那麼我們在第二條的第三項有保留啊 第二條第一項、第二項也已經通過了 好 我們現在開始第15條 這個修正動議是 之前的 之前的 好 好 謝謝 第15條是關於 得向 就是 監察院法務部及公職員服務 或者是上級機關的正風機構 可以向機關或法人團體或個人查詢 受查詢者有具實說明或提供相關資料之義務 請問各位同仁有什麼意見 各位同仁要再看一下嗎 來 我們請顧委員 就是說 最後一句就是 受查詢者有具實說明或提供相關資料之義務 因為這會包括各…相關的團體個人 就是說私部門的人 那對這個部分的違反好像是在第19條 那… 所以這個部分的一個所謂的拒絕 提供的一個處罰 會不會有… 有一個過課的問題啊 就是說 個人 是不是有接受這一個 查詢者 然後有 一定有提供相關資料的 這個義務 在這一點 不曉得要… 法務部這邊能不能說明一下 我能不能請這個包括法務部喔 包括廉政署 還有監察院財產申報處 能夠往… 這個…往前做好不好 還有司法院… 請法務部跟司法院表示意見 謝謝… 這個部分的話呢是參照一般的立法力啦 就是…當事人協力的義務啦 那因為… 這個… 立聰的話 有些會調查到個人 尤其像司法人 銀利法人等這些的話 都有需要調查 所以呢不限於公家機關 那… 後面我們加一個… 一個平衡的條款 就19條呢 不是說你拒絕 就當然要處罰 要無正當理由的拒絕 這個是在協力義務會 要加個無正當理由 所以如果有正當理由 就不能作為財法啦 比方說有的是… 我去營業機…營業秘密等等 或是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 我本來就可以拒絕的 這種情況之下 就是無…有正當理由 所以用以… 19條的… 以無正當理由呢 作為一個前提要件 司法院請說明 這個十四…十四條喔 部條顧委員的意見是說 因為這個… 這個…叫做查詢啊 有包括民間的社團喔 然後呢 他的法則啊 在第十九條 那麼如果沒有正當理由 拒絕或會不實說明提供者 這個包括民間的社團 會處罰還 那麼… 顧委員是怕說 這個是不是有過當 或者是… 有侵害權利的疑慮 能不能請說明 關於十五條 那個…違反本法情勢喔 那個本法情勢 可能會包括違反 譬如說十二條啦 那個… 假借職務上權利機會方法 或… 土力本能或公園的利益 十五條 對啊 違法本法 他十五條當中的第三行 有個違法本法嘛 那違法本法 就可能會包括本法的 第十二條 第十三條 第十四條 這些等等 那這個… 這樣… 是不是符合那個法律明確性啦 比如說他那個範圍 確實是有一點廣 那再加上說 要… 要… 這個授尋者有具實說明 或提供相關資料 這個相關資料 是不是陷於這個財產異動啦 那有沒有牽涉到 像剛剛顧委員所提到這個 有些可能牽涉到個人的一些 基本資料 有沒有符合這個比例原則 這個地方確實是有些 討論的空間啦 以上 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參考一般立法例啦 就是說 要… 針對本法 要違反本法的才有人 不過不違反本法的 不是為了… 就是限於要不法裁法 的時候才調查 其他的人不能夠調查 所以要違反 以為… 15條就要違反本法的情形 那當然違反本法裡面有很多種啦 比方說 十四條裡面 十二條它裡面有土力 假設計會土力 那我們要調查嘛 是… 比方說對當事人說 你是不是… 還有一個13條 有沒有違法官說 違法喔 如果一般官說 如果是依法定程序就不是嘛 所以一定要有前提 要有調查違法啦 另外呢 要調起相關資料的義務 事實上我們現行的財生法 也是這樣寫法啦 那我們參考過政治獻金法 政治獻金法的22條 上次我們也提供過來 它是說 為了… 這個… 要請期說明或提供文件 接受查核查詢應說明或提供… 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所以違反規避妨礙拒絕啦 公平教育法27條 也有下面的這個調查 就是有關於違反公平教育的部分的話呢 它前面… 它後面有一條就是說 這個… 得派員前往當事人相關事務所為必要的調查 另外還有… 通知當事人及關係人提供帳冊文件 及其他必要之資料或證物 那後面也有裁法 就是公平法也有… 水溫染防治法26條 也有類似這樣的規定 像它是說… 它有進入權 我們這個還沒有加上進入權 因為它比較… 它有一個是… 規避妨礙 它是規避妨礙 它是說為了查證 它可以檢查 還有… 攝影等等這些 我們這個… 這個我們都不包括在內 水溫基增法也有說… 水溫基增法30條 也有說水溫基關呢 為調查課稅資料 得向有關機關團體或個人 調查要求提示帳簿文具 或其他文件 或通知納稅義務人 到達其辦公室所備詢 被調查者不得拒絕 後面的話就有些… 調查人員…拒絕提供的話 或是說拒絕調查等等這些的話 或是… 或是避不提示有關課稅資料 文件者也有處罰還 像這一些的話呢 都是以規法為前提 所以基本上 我們這個參考一般的立法例 事實上應該是屬於明確吧 主要就是說15條的這個… 提供相關資料 這個相關資料本身到底 是不是都是依照這個查詢 單位它的一個主觀的一個意向 然後要求要提供我就有 無止境的提供的義務啦 那這個我覺得是一個蠻不明確的 那另外就是說因為它 違反本法的相關情節 它的處罰的這個劃緩在19條 是達到3萬以上是30萬以下 而且還可以暗刺還可以連續處罰 可是你因為你這一個整個的利益衝突回避法 相關對公職人員本身的劃緩 程度不一嘛 有的甚至只有1萬塊以上5萬塊以下 那以一個對於本人的一個劃緩的處罰 那麼都沒有到達說所謂的這一個… 在金額上面不一定有跟它等比的一個金額 那而且還要暗刺這一個連續處罰的結果的話 那麼對於這一個… 對於所謂被要求的對象的人 他作為一種協力義務也好 或者是所謂的一種 自願配合提供的一種義務也好 這樣子的一種處罰 是不是會有一種過課的問題啊 就是說我一個私人的一個單位 或者甚至我一個個人 那接受你的這個查詢 那到底要到什麼樣子的一種程度範圍 那… 所以… 所以是不是有一個 就原來… 原來這個貨提供相關資料 相關資料改成必要資料好了 在設限 因為這個很難做明確的話 因為要哪一種資料事實上不知道 也許對A案他可能只要一個麥克風 對B案他搞不好還要加上什麼帳策資料 很難一一列集 但是我們就限於B要配合19條的那個 有正當理由以否來做判斷 這樣也許會減輕大家的餘力可行不可行 那至於這個滑環鵝呢 因為我們避免說那個極劑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修法是把極劑是用10倍 避免說有的3倍有的5倍造成凌亂的 那一定用10倍 所以原則上我們是從3萬起跳到30萬 10倍這個方面 那一般來講 通常會到裁法的地步的話 都是無正當理由 故意搗蛋 故意不給 才會到裁法 通常我們在 我們裁法的情形並不多吧 我們過去往例 近20年來裁法的案例 就為了不提供資料而裁法的案例很少 那因為 剛剛市長也提到那個19條的無正當理由 沒有把它再做一個說明 就是說所謂的無正當理由包括哪些 那你如果說是包括 以個人資料保護法為理由 是能夠拒絕嗎 因為你這個時候 個人資料保護法的適用對象 有包括到 這個監察院法務部跟中職人員服務 或上級機關的鎮鋒機構 來調查的這個事項嗎 那如果是這樣那當然 那個個人資料保護法的適用的這個對象 在個人資料保護法裡面有沒有明定啊 尤其你現在15條的這個 所以 所以我還是覺得那個提供相關的 如果你沒有提供相關資料的話 第一個就是說 受查詢者有具實說明的義務 是不是足以涵蓋 他 他的這一個提供資料的這一個 變成一個輔佐性嘛 就是他本身就有一個具實說明的 一個義務了 不要再加一個提供相關資料 那另外是不是要正當 19條的正當理由 是不是要搭配有一個 有一個說明啊 因為現在看不清楚 這個正當理由的一個文字上面 就是說包括在立法理由 或者條文本身上面的一個明確的 一個說明說什麼樣情況之下 我可以以什麼樣的理由來拒絕提供這樣 這個有無證的 那個無證當理由的部分 我們可以在說明欄裡面 加上最高的行政法院 或最高的一些判決的用語 來作為舉例 這個 這個我們可以在說明欄裡面加 那另外呢 那個提供資料的義務 提供資料是因為行政程序法 原來也有要求提供資料 只是他沒有罰則 行政程序法是39條40條 有一個 也有一個是向有關機關 調取資料 就提供資料那個義務 但是呢 行政程序法本身沒有罰則 那現在有一些呢 我們怕 像有個個人或公司 尤其那個 那個公家機關比較不會說不給啦 私人機構 或是公司 反正他如果不給的話 沒辦法繼續調查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如果不處罰 會不會變成 沒有牙齒的老虎 會不會 各位思考一下 最近齁有一個 有一個就是我後來去查統計法 叫我們要提供一些 資料工商資料 他說不提供也要被罰 我想說我人民有什麼義務 要配合政府 一定要提供 對啊 這種協力性的東西 要我 我不提供他就要罰我 我覺得 如果是喔 是 本身是被 調查的 團體 或是 個人 那當然應該要 有 強制提供的這個義務 如果是他者 是一些其他的 他不是本身不是 就是我們要針對的人 比如說關係人 或是我們就是要辦他的 他是關係人 或是他本人 公務人員本人 那如果是其他人 這有分嗎 我會比較能接受說 我是那個公職人員本人 跟關係人 我要被罰 這件事情是完全可以接受 那現在是擴及所有任何人 對不對 你 你說明 老師 監察院這邊說明一下 就是其實這個在我們 調查 利充 利充法的實務上 確實是碰到很多的困難 比如說我們要 調查某個公職人員 他有沒有 違反利充的規定 我們要向 他所屬的機關 也許這個公職 他已經離開這個機關了 或是還在那個機關 我們要跟那個機關 調查原來 有沒有 核定一些相關的案件 有沒有 然後 依照利充法迴避的 這個相關書件的時候 我們確實 碰到有些機關 就 用 技術性的 就是一直拖延 不給我們資料 或請他來說明的時候 他就 以一堆理由 不來說明 這個當事人 我們所調查當事人 有沒有依法迴避的這些情勢 所以我們在實務執行上 確實有這樣的需要 說請相關的人 可以提供我們的這些協力義務 可以 可以 就是說現在你對於一個是公家機關 那你對公家機關他不提的話 你們會去處滑緩嗎 對 那將來就是說 我對那個機關 因為你這裡是說 為調查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之違反 情勢 得向有關的機關 法人團體或個人查詢 現在這裡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關係人 現在擴大得那麼大 然後裡面還包括 法人團體 非法人團體 還有民意代表 還有他的助理 還有公職人員的基要 人員等等 所以你擴大到那麼大 然後我今天只是說 好我要看看你有沒有違反力衝 那就要叫你提供資料 這個有沒有侵害 侵害人民的這個權利啊 隱私的權利 本來是寫說相關嘛 我如果把它改成必 一定要有必要 當然就要符合比例原則啦 我不能說阿狗阿貓全部都要調 不可以啦 那就要跟調查案件有關係的 這個部分 有關的部分 對啊 這都是 我們用必要或是哪一種 可以再把它加以更... 這都不確定法律概念 監察法上面所賦予的調查詢 都沒有法則 那現在 查一個 法有啊 剛才我念 剛剛講的那個 你們現在調查 監察委員其實大選沒有法則啊 跟委員報告 那個監察法他26條30條 那邊雖然有一些強制手段 但是他後面會跟著說監察院 他其實可以對這些情況 會是會 個別狀況看他也沒有為師 可以提出彈劾究局 但問題是 這個 這邊這個是屬於行政法 那行政法其實跟傳統的監察 監察調查職權其實不一致 所以我們在行史上來講 我們其實這個不是傳統的監察調查權 我們並不會沒有辦法動用監察法的 26條到30條規定來處理 我比較接近的設計應該是說 應該要請那個本人或者關係人他說明 然後如果他沒有辦法提出資料來說明 那一個他的這個 立衝的這個 就是他沒有違反 因為我們認定他有違反的可能 然後我們請他來說明 然後他沒有辦法說明 那我們就罰他 那至於其他非本人或關係人以外的人 那是一個自願性協力的義務 那我們還是可以去查詢 去查詢 那當然有些是公家機關一定是很容易查得到的 比如說你要跟附贈機關啊 還有相關的銀行 大致上你只要不能夠主張個人資料保護 大概都會願意配合提供 但是如果是純粹的個人 我一個小老百姓 那我覺得我也不是本人 也不是關係人 那我為什麼要被你罰 還可以要連續處罰 那所以立法上的設計 是不是應該傾向是說 他本人或關係人要說明 而且他要提供資料來證明 他沒有違反立衝 那如果他能夠證明 那當然就不用罰 他沒有辦法證明 那我們就罰他嘛 那他當然也要接受調查 這個是比較確定明確 這個不可以主張免為調查 但是跟這些人都沒有關係的人 那因為你在第三條已經過去關係人了 所以在關係人以外的人 他是不是真的有一種義務性的這種事項 然後還要到達還要被你暗刺連續處罰 我是蠻值得質疑的 這個暗刺不是一次 那要每一次通知每一次通知的 不是說一次通知以後呢 全部罰了十次二十次不是這樣 所以現在的立法例呢 把暗刺就是說 我通知你一次 有必要再通知你 事實上這個後面還有司法審查的 那如果有不符 那當然是可以訴言跟行政訴訟 那如果說怕 因為是最近齁 最近這幾年 這十來年的那個協力義務呢 過早年我們的協力義務 只有規定而沒有罰則 最近這十來年 行政法協會也有辦過研討會 有協力義務的話呢 用這個來做後盾 是給需要調查的機關 當然調查手段一定要符合比例原則 符合正當法程序原則 這個是一定要的 否則的話就不構成那個後面的十九條的 有無正當理由的判斷 就會違反這個判斷 那如果說怕 這個協力義務處理過程 我們財政法現行是兩萬以上 我們要不要把法反降低 然後一樣維持十倍 兩萬到二十萬 用這種來減緩衝擊 是不是可以 如果說完全都沒有罰則 那變成沒有牙齒的老虎 這個調查很容易脫法 像有的 尤其那個私人機關 如果是寫說 不是寫所有的受查詢者 而是說這個 被調查是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 有據實說明或提供 相關資料也好 必要資料是義務 然後再罰他 也就是說我要求你要提供 你不提供 罰你這些人 那其他人是一個自願性協力的一個思想 這樣會不會比較橫評一點啊 這個 比如說像15條來講 得相有關之機關 你看這個有關之機關 涵蓋 不只限於公職人員當事人 或是他的關係人 的機關 對不對 這個應該是更廣的 還有法人 還有團體 你看這個還有私人團體 那當然是可以去調查的 但是如果不是當事人 也不是關係人所屬的協會 而是其他協會 然後他們也要通通來接受這個義務 那沒有提供好的話 還要被罰 這個就定義不清了 這個有關的 其實它有一個 這是公司機關 然後 交付機關 那即使機關 機關還會比較好定義 那個可能是政府機關 但是那個團體 法人 法人可能是私的法人 團體有可能都是很多的社團法人的團體 那都是私人的 如果跟當事人 跟關係人沒有直接關係 那也可以去要求他們嗎 會不會 我想主要是這個問題 行政程序法40條 是行政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 得要求當事人或第三人提供必要之文書 必要之文書 資料或物品 不過這是沒有法則 我們行政程序法也是有一個調查權的行使 是有這麼一條 但是沒有法則 那在這裡的話 因為屬於特定案件的調查 那如果只有寫 如果不寫 就回到行政程序法40條 是可以做 但是沒有強制力 我的建議是說 你的前段還是可以 像有關這機關法人團體或個人查詢 這沒有問題啦 只是你最後一句話說 受查詢者 我只是說 這等一下有沒有辦法限縮成說 其實 大部分百分之80% 可能都可以向他的關係人去查詢 就可以了 那所以我是說 受調查之公職人員 及其關係人 有具實說明或提供必要資料之義務 我的意思是說 有義務的是指那個本人 或者是關係人 譬如說他認識的那個非法人團體或團體 非法人團體或者營利事業 他們都要具實提供 那你要罰就是罰這些人 你要他提供 他不提供 你就罰他嗎 不好意思 我問那個實務上的問題 就是各位委員所提示的 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 如果是用這個範圍去規範 會有哪一些是規範不到的 譬如說 某公職人員擔任首長的這個機關或機構 他有一個工程 是向他的關係人 擔任董事長的這個營利事業做採購 那他的關係人擔任董事長的這個負責人的營利事業 就變成關係人了對不對 那但是呢 如果說要去要資料 如果假設跟這個某首長的機關去要 這個機關不是他的關係人 對不對 因為他不是公職人員的關係人嘛 那所以呢這個機關 他如果不提供 因為首長是公職人員 或者這個首長已經雖然離職了 但是這個機關仍然不提供這個相關的資料的話 這個會不會有影響 實務上是不是就剛才監察院所提的 這個就是說在公職人員跟關係人所規範不到的 我想到的大概是這一個部分 就是機關的部分 會不會會有影響 這個換位 實際上這一條最主要是要規範第三人 沒有錯 剛才主席所提到的 涉及到第三人 因為他本人 他如果說不提供資料 本人的話 包括關係人 再被裁罰是本人 當事人 那這個情形下就是我對你做不利益的處分 你起證不出來 剛才顧委員有提到的 我就是會對你做不利益的處分 那就裁罰 這裁罰蠻重 我認定說你違反 那如果這個15條最主要是第三人的話 因為有些資料在第三人那裡 比方說剛才主席提到的說 那在某一家公司 他到底投標的時候 到底是不是有利益輸送等等 利益衝突沒有應該迴避 有不迴避 有沒有他的親戚 他的親人內的親戚在那裡認職 還是這個掛名 這個我們要接那個某機關 沒有 機關還比較不會 通常是在這個私人機構 或是公司行號 他要告訴我 他如果什麼都不講 我根本無從進行下去 是有這個的問題存在 會中斷 剛才姊坦也提到說 這個調查會中斷 找不到資料 因為這個也不能搜索 可不可以 如果假設 各位如果 各位委員如果對於 譬如說一個公營行庫的董事長 他本身是我們規範的公職人員 那你跟這個行庫要資料 他當然可以 因為他有可能 他說你不提供 那如果假設要規範是這一部分 如果各位委員會覺得說 這個部分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也就是說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所任職的 或者他們負責的這個 機關或團體或營利事業 那他們所擔心的是你去擴及 我不曉得那個去實的狀況 會是怎麼樣的狀況 會跟一個本來不相干的人 那會去影響到他們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在 法條上面排除 這一部分的顧慮 一般來講 公家機關或公營事業 比較不會不給 也比較不會不來 可能大部分在私人 在私人的部分的話 他就說我反正 我是第三人 他都不來的話 大部分存在會是在私人 這一塊 所以才有一個說 劃緩把它做後盾 做後盾來說 不然我就要劃你錢 也許他會比較積極一點 剛才先生有提到 那如果說我們條件上 只限於當事人跟關係人 本身的服務機關 事實上那個作用 沒那麼大 太小了 第三人 要反問的是第三人 這個 對啊 因為比較說像如果要查我 法務部有 我過去服務的機關 法務部大概也有 比方說 如果要查這個民意代表 那查縣市議會 他都會講 都會 他也不是當事人 對啦 完全 純粹第三人 剛才監察院的說明是說 機關常常拒絕 機關常常拒絕 因為現在他們的首長 他常常會拒絕 我們 我們碰過實際 狀況就是 跟機關調資料 因為 查的是民意代表 那機關不敢提供 所以 查到 等到 他提供過來的時候 這個民意代表已經離職了 那採處權時效也過掉了 所以這種情況 現實上是真的有 不是沒有 監察院 看起來很 好像監察院很威風 其實沒有 我們一點辦法都沒有 所以 對這種情況 事實上 如果 這個條文的修正 其實監察院在97年 就提出了建議啦 因為 現實上來講 因為 這個 屬於行政調查 不是屬於監察調查 這不是 可以濫用監察職權的部分 所以 如果沒有這種 行政上的 強制配合的一個 規定的話 對這種情況 這個法的 那個利益 就會 大打折扣 以上報告 各位同仁有什麼建議嗎 來 優委員 這裡面有沒有侵犯到 個人隱私的部分 譬如說 我今天要查 然後我去查你的銀行 然後銀行 它本來有保密的義務 所以這時候 它是非要提供不可嗎 最後它的這個權限 行政的調查權 有沒有比司法的調查權 有沒有那麼大的權利 當然有關係 應該提到說 要調查要符合比例原則 比方說 如果說查它的這個 銀行戶頭 一定要跟它違反哪一條 哪一款 有關係的 才能調查 不能說 我為了查它 到底有沒有計時說明 要不然 有沒有那個 我們有一條叫做 揭露的義務 查揭露義務 跟查那個銀行戶頭 是顯然不相干 那個是到底有沒有看在哪裡 這個的部分的話 就不能查 那如果這個超越的話 就是有正當理 我可以不給 那同時呢 也是濫權 那如果說 要查它到底有沒有 跟某些有交易 某機關有沒有交易 那是不是 它說錢有沒有匯過去 給它戶頭 那也許就有必要性 所以應該從個案來看 揭露義務根本 不應該查戶頭 這是大家看幫現實 可以了解的 對不對 查戶頭 那是應該查網站才對 到底看到哪一個網站有沒有 有沒有被delete掉 等等這些 所以應該要 要試個案而定 法制局有沒有意見 法制局比較贊成 剛剛法務部層次長的說明 因為這個協力義務 其實在行政程序法 事實條有規定 可是 在實務上的運作 其實真的有一些 自然難行的地方 因為沒有法則 那就是剛剛看 剛剛陳市長的一些補充修正的結果 看委員覺得 還要不要再把它修得更細緻一點 因為它剛剛有三個意見 第一個是把15條的那個 相關改成必要 那第二個是 在後面的法則 去調降它的 罰還額度 那如果要再修正的話 那是不是 後段的那個連續處罰 看要不要拿掉 或者是在前段加上情節重大 把這些要件 讓它的罰則的 那個要件要審查 比較更嚴格一點 以上 好 來來來來請 一個剛剛顧律師建議的 就是說 你那個受查詢者 是不是要限於就是說 是你自己公職人員 及關係人本人 因為他的義務是比較大 現在是不限於這些人 是所有 只要我發一封函 我要去查詢 你就受這個技術 那這個會不會就是毫無那個 先提示第一個 它要是依這個利益衝突回避的必要 就是也就是剛剛次長所講的 因為它有揭露的必要 那所以它必須去了解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只限於公職人員跟關係人 那就會有一塊 至少我想到有一塊就會看不到 就是它的機關 這公職人員所屬的機關 或者是它所屬的這個盈利事業 它會看不到 那這個因為它不是公職人 它也不是關係人 那如果缺了這一塊的話 可能就是最關鍵的一塊 所以 對 尤美李委員剛剛講的說 所以 這邊喔 剛剛這要看實務上 我們真正查的時候 常常會使用到的 的查詢對象是哪一些 當然 除了 當事人 關係人 那是一定 是要被查的啦 有義務的啦 那再來就是 主要是機關嘛 法人嘛 團體啦 這個都 都可能跟 當事人或是 主要是關係人有關的啦 那後面那個個人呢 我們實務上在查的時候 因為我們都是查 那個 當事人嘛 公務人員跟他的關係人嘛 到底關係人跟他的職權 有沒有關係去獲取利益啦 那或是關係人所屬的公司啦 團體啦 這些機關啦 那 實務上會 還會再查到其他 當事人跟關係人以外的個人嗎 實務上會常常去查這種 關係人當事人以外的個人嗎 會不會 會的 有可能會 因為這樣 這個個人 這些人 事實上的這個第三人 就如果用訴訟上來講 是證人的地位啦 比方說 我要像某一個機關 像法務部要查詢 那業務承辦的人是某科長 那某科長是不是要來說明一下 這樣的意思啦 那如果某科長受制於他長官的壓力 那就是 不配合 像我們常常 立法院常常說某機關都不配合 不可能拿來 那如果我是長官的命令 那有正當理由 那是不是違法令當別論 所以後面都有一些可以 可以這個當事人的 就是說包括個人的 可以有argue的地步 另外一種呢 比方說我們裡面有一個 那個買便當條款 那個一定金額以下的交易 在澎湖都是他的親戚朋友啊 買便當啊 買便當 我說當時有說我沒有跟我那個親戚 事實上那裡只有兩家便當店 一個遠親一個近親 那我要去問這家便當 他可能是獨資 可能是合夥 問說某年某日 這鄉公所有沒有 鄉長 鄉公所有沒有來買 他說沒有 因為可能單據上 不省事 那這個層就會有 問他是不是香港來買的 還是有個人 獨資跟合夥的 還是有可能性啦 好 那我們是不是 15條 照 陳次長的意見修正通過 相關改成必要 我們這個再限制一點 提供必要 必要資料之義務 必要 那這個就有 還有一個橫評判斷的依據 哪些是必要 哪些會必要 好 那我們15條就修正通過 16條 16條的法則 請問各位有什麼意見 能不能請這個法務部說明一下這個法則好不好 好 第六條第一項指的是要自行回避 就是說 限於公職人員 他要自行回避 如果 不自行回避的話呢 就處10萬 他明資喔 這個限於明資嘛 那第八條第九條 就是 這個有依法命他回避 他又不回避 賴著 不肯把東西 把這個業務交出來 不肯回避的話呢 那這個就處得比較重一點 這10萬到 200萬 300萬以下的劃緩 因為這個要視情節輕重 因為有輕有重 所以這個 這一部分的這個集計呢 用到 拉到20倍的原因在這裡 因為他有輕重 因為像有的大標的 大標案動輒數百億 這個數十億 然後那個情節比較重 那有的呢 可能自行情節很輕 所以是以集計 來做一個緩衝 這兩 這一條規範的是 自行回避跟命回避 我能不能 我不是很理解喔 就是明資啊 這個明資要怎麼 證明你是明資 第一個 第二個 在比例上面喔 你沒有自行回避 處新台幣 10萬元以上 200萬元以下的罰還 那剛才 市長說都是十倍 這邊就是二十倍 然後呢 然後第二項 是我令其 令你回避 你還不回避 那變成是十五萬 跟三百萬 我比例上面 好像這個第二項 應該要比第一項 還要高得更多吧 因為我 我第二 我已經叫你回避 你還不回避 跟你沒有自行回避 這個在比例上面喔 這個 您了解我的意思嗎 因為 我們第六條第一項的話呢 包括這個 直接故意跟間接故意啦 在議員上就要讓他自己知道 我有這個 有這個利益衝突回避的情勢來講 是出於自動 那儲娃它的是說 你該自動 而不自動 該自動回避 而不自動回避 所以基本上的話呢 那 這個 這個 有些 有些作為的話 因為後面 第六條第二項 後面有一個規定嘛 就是說應該怎麼做 比方名代表 萬一 要通知等這些 後面有一些 你不該表決啦 第十條有沒有 那個我們要回避的 是 不能夠參與表決 像這個是你要知道以後 如果你因為過失 而不知道 就不會受到這十六條的處罰啦 那 剛才講到的說 那是不是你明知故患會不會比較重 我的意思就是說 坦白講 你這個如果假設我們修法施行之後 有很多狀況 是我們都不知道 因為你沒有 潛力在那邊 是誰都不知道 也就是說 你在這個法律施行之後的風險 其實是相當的 對我們來 對所有的公職員跟關係的風險相當高 所以你現在這個法則定的那麼重 跟令其迴避 還有不迴避 的比例比較起來 我覺得 第一項的 法則 似乎應該要稍微把它 降低一點 是不是會比較合理 第一項法是一百萬起跳到五百萬 所以我們是把 但是我們那個情節上呢 你們的情節是哪一種 你應該自行迴避 實際上還是你該自行迴避 你該自行迴避 一百萬到五百萬 然後命期迴避不迴避 是一百五十萬到七百五十萬 所以是1.5倍 那對照過來 其實法務部在調整的時候 是等比調降 所以它並沒有特殊的 就是遵照原有的立法意志 並沒有特殊的其他考量 就是現行法就是1.5倍 然後所以在搬過來的時候 調降的時候就是等比降下來而已 我們同仁是說的 這個一般來講的第一項講的說 你自己應該主動的 你自動性不足 所以他處罰 對也可能是說 可能在兩可之間 或者疏忽也有可能 那如果一般的過失是沒有了 如果純粹過失沒有 是可能在你知道又不知道 你故意中都不知道那一種的 有的叫間接故意 那第二項的話呢 認為說情節比較嚴重 因為長官都已經依照規定 你命你迴避的你還不迴避 那可見你的惡性比較重 是從惡性上來看 第一項的惡性呢 可能你在某種層次上 你可能是因為認知上的不足 所以造成這種情況 還不是過失 過失就不包括 那第二項的話 就已經命了 已經白紙黑字要求你做了 迴避的你還不做 惡性會比較重 所以才這樣等比的這個比例 各位同仁來 所以這裡有沒有 就是說你長官令 他應該要迴避 他沒有迴避 可是事實上這裡就是說 可能我覺得 就是說他的認知 是覺得是不需要迴避的 譬如說有時候 長官對他看不順眼 然後就覺得說 你應該就要把 要把案子調給別人做 所以就要命他迴避 讓他不迴避 那就變成他要被處罰 因為這裡是完全沒有說說 他到底有沒有正當理由等等 前提還是要有迴避為前提的 不是長官命令就要處罰 長官如果說 他的要求的命令 他迴避的理由不存在 就不會進入到 十六條第二項的才華 不會 那個案上會這樣的區隔 長官就是說應該迴避 而長官依法命理迴避 才會構成這個處罰 如果說本來就不應該迴避 長官報復 假怨報復這個不會構成 好 各位同仁還有意見嗎 來 又委員 就第一個就是公務員 違反第六條 公務員只有利益衝突之迴避者 那在所謂的只有利益衝突之情事者是指 就是應該依法 就前面後面的幾條 應該要迴避 比方說 因為這裡會有一些認知上的不一樣 譬如這裡有一個民意代表不得參與 個人利益相關議案之審議及表決 那什麼叫做個人利益相關議案 比方說這個法案裡面呢 可能是我的親戚跟他有關係的 對不對 那我們上次也講過說 要跟個人利益相關 要把它限縮 原來不知道 原來不知道我太太是那 我弟弟是那一家公司的 原來不知道 那這個情形那就不夠過程 所以第六條要知 知的話我們在十五面 就是認為說要 這個直接故意跟間接故意那個才叫知 所以過失並不知道 我原來不知道 因為什麼資料我看不出來 從情況上 從情況證據來講 我也 我不可能知道這是我 這是我 像還有一種 過去曾經那個 人家報名 報名那個 是 公有醫院 他大批的 大批的話 那他裡面一個親戚 他也不想拿他來報名 他也沒有告訴我 所以承辦的 承辦總務 承辦總務的人 他按照財生法 現行的是財生法 現在他就要迴避 可是他不知道 他就把公文照樣往上去 送他上面有批示的 可是他切實 整批來講 也沒有人告訴他說 他哪一個親戚 還不是他的兒女 類似這個 這樣就不知 那就沒有 後來 我覺得那個案子是 後來沒有裁罰 所以這個是有個案判斷的問題 要直接故意 間接故意才叫知 市長委員 那行政院的 就是這本裡面的行政院版本 他的修法說明裡頭有提到 就是 在23頁那邊 針對這條 委員 垂巡的23頁那邊 行政院提案這邊 第二 就有提到 現行條文第六條 所稱 知有利益衝突 只知悉構成有本法迴避義務的基礎事實 就是在行政法院的判 相關的判例裡頭也是 跟 常常是用這樣的一個認定的標準 來認定他是不是有 所以 所以這裡是知道有這個基礎事實 但是你並不 你有可能根本不知道說他需要迴避 對啊 會啊 這裡所謂的知識指 所稱知有利益衝突指知悉構成本法迴避義務之基礎事實 而非指知悉本法违反迴避義務之處罰規定 請蔡委員 我想要請問 因為這一條 我們有必要 一定要把它區分到說 我是自行迴避 還是命你迴避 然後做這樣 等級上的一個不同 因為我舉一個例子 這種會產生在 管機關 我命我的下屬要迴避 但是我的下屬認為說 如果我符合第14條 這一個六項的一個除外 的一個狀態樣的話 就是我自己救我 比如說我認為這一件 是屬於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案件 那所以我不認為我有迴避的必要 那這樣的一個認知的一個解釋上 那後來我就要受到了 因為沒有命期迴避 然後受到比較高的一個處罰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區分是 沒有意義的 因為我命你迴避 我還不迴避 表示我在某些層次上 我是對我自己的 對我自己的法律認知 是有信心的 那基本上如果主管機關 命你有沒有 主管命你迴避 你還不迴 你因為自己 對你法律上的一個 認知的一個信心 這個應該還有另外 公務員服務法的一個處罰 那有必要在利益迴避上 把它做等級上的一個區分嗎 這是我的一個意見 來 請說明 我也知道 你應該是可以 因為我需要 所以我也是 vague 行程 你可以 那你嫌棄 Save 你會 機關覺得說你應該自己迴避 因為命你要迴避 我們第七條跟第八條 命你迴避的 第八條 已經命你迴避的話 這時候你應該要接受 你自己認為說不應該迴避 那是跟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 另外一個層次說 應該以命他迴避 既然他有異議 我們這裡沒有異議程序 有沒有異議程序 沒有 沒有另外異議程序 那是另外一個公務異議程序 第七條有 等一下 我來看一下 這個沒有 那是申請迴避 第七條是申請迴避 第七條是申請迴避 那不是 所以原則上就是說 以機關的命令為準 的前提之下來加工 因為是三種迴避 我們行政序有三種迴避 一個自行迴避 一個是申請迴避 第三個是命迴避 執前命迴避 所以執前命迴避的話呢 應該還是要尊重機關的決定 那如果不符的話呢 可以依照這個工人員保障法另外的一個申訴成型型的處理 請周委員 請教次長 就實務上 呃 就是自行迴避 那他如果沒有自行迴避 就要處罰了嘛 那他要明知嘛 那如果說他不知道迴避 那就馬上就跳到是長官要命他迴避了嘛 那他的處罰就跳到第二項了嘛 他也許第一項他是不知道的嘛 不知道 然後不知道是長官命他迴避再不迴避 然後就直接跳到第二項的加重處罰嘛 但是就是說 這個應自行迴避 應急自行迴避這個的 實際上的情節會是怎樣 他就沒迴避 你要你怎麼去證明說他知道他要迴避 過去曾經發生過打考機啦 另外還有一個申請補助啦 申請那個在準備要說 那個台灣以後他的申請 申請的補助 如果是我太太 或是我兒女來 那你應該要迴避啊 那有審核制 你要迴避啊 那你明知 他來審核 你應該交給別人辦嘛 這個不可能說不知啊 過去曾經有一些的話呢 還有一個 他沒有迴避 他打出去了 那這時候你上級機關也來不及制止啦 所以就是按照第一項來處罰 那可是你的後果已經發生啦 就是他沒有迴避 然後去做打考機的事實 這個後果已經發生了 那但是他還是用第一項來處罰 沒有那個第二項 命他迴避的這個行刑 那只能用第一項處罰他 第一項跟第二項都是要事實發生之後才會被處罰 對不對 對 因為他就已經發生了嘛 所以才會被處罰 如果沒有發生的話 他就不會被處罰了 好 各位同仁請問還有什麼意見 來 請蔡委員 所以把它區分這兩個層次 那因為我們 我們這一個利益迴避法 主要處罰的對象是監察院跟法務部 所以法務部都是事後審查 事後審查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態樣 但是如果我們在第16條 我們把它區分這兩個就是說 就是說你事後發現說他不知道應該要迴避 所以我就把你處罰10萬200萬 還有第二種事後審查到說 你主管命期迴避你而不迴避 那我就處罰15萬到300萬 我要是說有這樣 因為他一樣都是事後去審查 對不對 那有必要做這樣層次上的一個差異嗎 就比方說 我感覺這個第二項是不是變成我主管要整我這個部下 所使用的一個武器 他就算他是這樣 因為裁罰不是主管去裁罰 所以他必須要 他被認定他的確有應該要迴避而沒有迴避的 他不會說因為你不聽我的話 結果你被罰 應該是不會發生嘛 以這個主管個人的意見 個人的主觀意識啦 那要以事後來整體來看 是不是構成應迴避的事由 剛才提到基礎事實啦 那這個要由法務部跟監裁員來判斷 而不是有 而不是單憑長官個人一個命令就是 就構成不會了 請問各位同仁 優委員還有一件事說 你這個指是限於公職人員嗎 還是 公職人員的部分啦 關係人另外的條條 他是搭配前面的法條 公職人員歸公職人 關係人歸關係人 我再提一個問題 就是說 剛才我們討論第一個 他就要自行迴避嘛 但他沒有迴避嘛 那這個時候主管叫他要迴避嘛 但他不迴避的狀態已經存在在前面啦 那怎麼要求他去不迴避 他的不迴避的狀態是存在於主管命他要迴避之前啦 他要迴避本來就是應該自動發生他要迴避 比方說我太太來申請 我本來就應該自己迴避嘛 那如果說我還繼續在辦 我不迴避的還在辦理著 那就完成了 那長官命我迴避了 長官說這個是你太太的 你應該迴避了 我還迴避不從 繼續的辦這個採購 對啊 沒有錯啊 因為這個都是事後來看嘛 有可能在第一項的狀況是事後被檢舉 有可能第二項的狀況是你的長官非常生氣 就把你這個案子就送到了監察院去 但如果你的狀態是停留在第一項的話 他就不會有第二項 如果是在第二項 就是這個事情結束的結束狀態是在第二項以後 那就當然不會有第一項的狀況 因為你已經被長官命令了 他不會兩項都同時存在啊 他不會兩項同時存在 他就只有其中的一項 那第二項是因為 我既然已經跟你講了 第一項有可能沒有人提醒你說 你要小心喔 那第二項既然你的長官都跟你講了 那你無論是你去請教了誰或是什麼原因 那你還是很堅持 那結果這個案子送去監察院之後 監察院認定你有違反第六條的規定 所以他就罰了你 狀況大概是這樣嘛 第八條或第九條的規定 現在這裡在實務上曾經發生過就是說 好 他應該要迴避 但是他並不知道說這個需要迴避 但是這裡就剛剛這個法國部所講的說 你的知不是知道說在法律上你需要有迴避的義務 而是知道說他這個所謂的基礎事實就是說 好 今天是我配偶 他不能夠去參與 但是我並不知道說這個有違反 這個就是說好 譬如說我今天做的這個 譬如說我是校長 然後呢 今天我被委任去做一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不是我原來做校長應該做的事情 然後現在那件事情呢 譬如說今天要去做這個所謂的學測的 學測的測驗 那這個學測測驗呢 今天就是說 這個裡面 因為那個是沒有經費的 所以就要找志工 那志工當然會給一些車馬費 那因為大家都不去 所以後來就說那就找退休老師去 結果這個校長的太太她是退休老師 所以呢 就後來就變成說就一群人就進去去幫忙 但是大家都領有車馬費 那這裡呢 後來就事情也都辦完了之後被檢舉說 裡面有一個是她太太 那這時候 志呢 第一個就是說 她並不知道說她太太需要迴避 因為那個不是她做校長的這個 第一個 她並不是聘任 第二個 她也不是在她校長的時候聘任她太太來當學校的什麼 那她只是去做一個志工 但是現在這裡就是說 你所謂 知悉構成本法迴避義務之基礎事實 就是說你知道你太太 然後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基礎事實你都知道 所以雖然你不知道說這件事情要迴避 但是呢 你不知道這件事情要迴避這件事情 不構成你所謂的不知道 這個志的這個 委員有提到的是說 過去曾經罰過啦 偏鄉學校的寒暑假找不到的代課老師 結果他的植女放暑假大學生回去當代課老師 那代課老師是一種那個雇用嘛 那就兩個月一個月而已啊 但是呢 因為我們這裡有規定她有這個雇用不行嘛 那雇用不行的話你 基礎的法律事實就是說 對於有雇用行為的你要迴避嘛 所以校長就直接雇用她的 緩鄉度假的孩子就被罰一百萬了 後來我們盡量把她自不自行 那個是違法性法條認知的錯誤 但是這個能不能達到行政法法第八條的不知 不知法令 但是通常過去我們常見家要想用不知來講 但是呢 想說我們都宣導過了 我們政風也發喊給各機關學校 你還說你不知 這是你的疏失啊 就會很難說你不知 所以還是罰過啦 後來盡量的來顯示這種衝擊度 所以基礎事實包括他的那個親屬關係 本人跟關係人應該迴避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人說法條本法裡面有規定的迴避 本法裡面的規定迴避 我們也要求各縣市的政風機構 各機關的不只各縣市 一定要對於新進同仁要加強宣導 尤其新進的首長要去宣導 這不讓你說對於法條的認知不會違法性錯誤 就是說因為有很多的人他可能對於法條說實在的 我們這個法真的是非常的嗷口 連我自己都看不太懂 那在這種情形之下 他因為不知道不懂法律 然後他的上級機關應該有義務去跟他糾正 應該去命他迴避 但是上級機關也知道也沒有令他迴避 那現在他就是變成要夠處罰第六條的 這所謂的滑環 但是在這裡就是說你上級機關你有義務要 對不對他應該要迴避你上級機關 應該一直去要令他迴避 你上級機關你就看著他違法 然後你不叫他迴避 然後到時候要來給你處罰 上級機關他監督州與不州的 也許有的上級機關不知道 那剛才主席也提到說都是事後審查 兩個月一個月的代課老師都已經完畢了 事後才知道 所以上級也不可能知道偏鄉的地方 縣政府怎麼知道某一個國小偏鄉國小 他會找不到 這個可能那個名冊都要報上去吧 如果報上來的話 上級機關就應該一直前來監督 這樣如果不監督的話 這個上級機關是有行政責任的問題 對啊 那他行政責任沒有罰 對不對 所以這裡就會變成是說 上級機關他的書師不用罰 然後下面的他因為不知而要罰 他的不知不是說 他當然知道說這是他的子女 可是他並不知道說這個構成本法 所謂的應該迴避的事由 本來就應該自己要迴避啦 你如果說對於法條 完全不知道有這個規定 如果可以證明出來 那就是行政法第八條的不知法令 那可以減輕或免除財法嘛 如果說通常一般人 我當到校長了都應該會要了解 我自己的業管法規 政工法規 你都這個陽光法案 你都不能不去了解 那是我自己當校長的書師 我自己要承擔這個後果嘛 所以不能說他我們不知道 那至於說上級有沒有命理回避 該命理回避也不會命理回避 眼看著你這樣跳下去 那上級是不是有行政監督的書師 是不是失職行為 那是另外一個 要不要送監察院來彈劾的問題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但是因為我上級呢 縱然我上級明知沒有命理回避 我不知而沒有命理回避 就不會構成16條第二項 這個法則就不會構成 請問各位同仁還有意見嗎 如果沒有意見 我們是不是16條就照案通過 好 現行的11條予以刪除 好 我們就16條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請各位看17條 17條請說明 他的部分有兩個 一個就是12條呢 是指公職人員 假借職務上機會 潛力機會方法圖本能或關係人的利益 圖本能喔 跟關係人的利益 這個就不會到不涉及第三人的問題啦 那13條的話呢 他的對象包括公職人員的關係人 這是指公職人員 公職人員的關係人 不是公職人員本能喔 是關係人的這個違法請託關說啦 是這兩個處罰的對象不同 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 來 邵委員 因為這是一個陽光法案啦 所以我們當然在 在這個陽光法案我們提出一些看法 事實上相對的我們是有一些壓力的 但是我還是想要舉一些例子出來 那這個未來在實務上的一個施作 會產生有一些比較極端的狀況 我比喻這樣說 我們現在第13條規定了一個 關係人的一個請託關說 這個請託關說它就是包括說 它對於一些像機關提出請求內容 涉及對機關具體決定的一個事項 所以這樣一個請託關係中 請託關係的一個行為 我舉例是在人事案 比如說我希望縣政府去聘用一個臨時人員 那現在我是民意代表 還是我的助理 那通常我們在接受到這麼多的一個請託關係的時候 比方是我 比方是我的話 我會 我可能會 直接跟縣政府的人員那做一個登錄 說我推薦這一個人 作為未來這個要聘用的一個參考 那因為我們在這個利益 第四條所規定的這個利益 有包括非財產上的利益 所以非財產上的利益 就有包括任用聘用聘約雇 那臨時人員之禁用 所以這樣的話一個禁用關係 它是屬於非財產商利益 所以當我 當我 我是民意代表 我是議員 議員跟縣政府推薦了一個臨時人員 那也許不是只有我一個民意代表推薦 是很多民意代表都有在推薦 所以現在在縣長辦公室的這一台電腦 就很精彩了 它這個電腦把它調出來 可以看到 所有民意代表都在做這樣的一個請託 人事案 那這樣一個請託人事案 每一個民意代表 我就把它處罰30萬以上 600萬以下的一個罰款 這個我在想像上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處罰的一個 每個人他在不小心都會觸犯了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迴避的問題 這一點我跟委員說明一下 在今天發的第八頁 我們特別有提出來 第八頁 今天這一本的第八頁 第八頁的說明欄裡面 第三條 是 蔡委員請說 基本上在地方的生態是這樣啦 也並不是只有民意代表會有請託啦 你在每一個 你在我的關係人中 這個狀況 人事案的一個 小小的一個 比如說地方這個要請那一天七百塊 這個地方請一天七百塊的那個勞固關係 那我就說推薦說這個人沒有工作 是不是縣府如果有這樣勞務關係 把機會做給他 結果我就要收到了30萬以下 600萬以下 也不限於民意代表 蔡委員那個次長的意思是不是這樣 我也沒有誤解 就是說13條的意思是說 譬如說這個議員如果替他的助理 把他的助理推薦給縣政府 縣政府受其監督之機關 那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他的助理自己去跟縣政府講說 來來來 你這塊要讓我來做 這樣就有問題了 關西人本啦 對的 要圖自己 要圖自己是關西人自己 助理圖自己 這一條是規範助理行為 就是若以助理來講 所以同時 我們刻意把請託官說 要限縮的原因也是在這裡 因為行政官說 單純的推薦那沒有違法 那不是違法 那後面有一個說 執行或不執行 有違法或不當 而影響成這樣 蔡委員的這個疑慮是要看12條 如果是委員本人的話呢要看12條 有沒有說你不行的話就故意修理要刪減預算 那那就假件 過去曾經有過某市議會有這樣過 所以要刪預算然後怎麼樣這個有啦 那個被掌握到證據那是指第12條 如果有一個其實這個風險是在譬如說 因為譬如說我們地方這個議會的議員 他都市計畫變更 他在議會提出質詢 那這個要變更的土地 如果他自己有土地在裡面 或他的關係人有土地在那邊 這個有可能就會發生 這個他在那邊質詢說 你這個要變更要變更 你如果沒有變更我就要怎樣怎樣 一直給你命一直給你命 這個時候可能就會發生這樣12條的狀況 前幾次委員好幾位委員都有提到說 這個不要包山包環包太多啦 我們這個只是說最比較最小限度 陽光環裡面最小限度的 不要把陽光辨認 13條只是說 不要圖本人跟關係人的意義 用執行我有土地這個會構成 單純的顯明服務是不會的啦 不會進入到這12條13條的委員不會 好 各位同仁 如果沒有其他意見的話 我們就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請看第18條 第18條是第14條的罰則 18條呢是根據大法官716號解釋而來的 我們把那個罰則呢按照他的層級來處理 那14條第一項的規定的話 就是以交易金額來作為區分他的額度 那後面第二項到第二項的話呢 是不是交易如果高的話呢 交易額高 可能交易我們這裡到第四款的話 就有1000萬到600萬 但是如果交易到上億的話呢 那就要以這個高以價格 以價格來再做一個區格啦 那14條第二項的話呢是 揭露義務我們新增的 第三項這也第三項是違反14條第二項 就是說要我們加了一個揭露 14條的揭露義務要事先告知嘛 那這個的話呢就是說你故意不揭露 那就是處划緩5萬以上到50萬 當然前天的公聽會呢 那有學者有提到說 這樣不解弱的話會不會划緩過高 但是我們認為說本法呢既然是陽光 所以你明明知道你 就讓你來 原則上是禁止啊禁止交易啊 可是呢我們又例外的開一張窗 讓你走進的交易 那你應該要主動講吧 你不能說說你我都不講 所以呢我們認為說 從5萬到50萬呢 對違反揭露義務的話 從5萬到50萬呢 認為是還算相當啦 好 請周委員 是不是請次長再跟我們說明說 這邊處罰的標準 就是要件是用交易金額 而不是用所得之利益 這兩者可不可以跟我們說明一下 利益無關啦 因為很難認定說他到底 因為有的喔 承包以後搞不好虧本啦 虧錢 有的採購以後呢 也許那事後根本沒有專程 所以要以所得 要以所得來看比較困難 所以我們就以交易金額 就以上次來講那個 馬大姐那個中國製藥 那簽約以後呢 它是分年分次 好像三年還是五年的約嘛 因為它藥品的採購是 它不是只有一次採購嘛 它要分年分年採購的 所以這種情況下 我們就以整個的交易額為準 我們在十四條裡面有一個交易額嘛 就是在另一條去的 交易額啊 我們不就有一個規定嗎 對 第二 十四條裡面有吧 有一個規定 我們有一個規定 我們有一個規定 對 第二項 就是交易金額的話呢 是依照我們在第二項喔 第二項對於這個 這個所謂交易額呢 有一個定義啊 據說呢 是指契約明定 或可得確定的價格 比方說有的是採那個 有的契約明定 比方說契約標的是3500萬 那就是以3500萬 來作為交易額的認定 那可得確定的話呢 有的是小額採購 有的是有的是利益 那個消極的人 那就要可得確定來看 那可得確定的話 要參考相關市政來可得確定 那後面有一個 但書 結算後的金額 比方說採購是1億 可是呢 後面結算 結算後的金額高於 採購額的話呢 那依結算額 就是說原則上依照企業價 但是有的可能追加預算 結算以後他可能又追加預算 到最後一億變成一千 一億兩千萬 那就以結算額為準 好 請問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 還是大家還要再看一下 好 請稍等 這條是交易跟補助的禁止 那原則上禁止 例外開放嘛 所以我們要儲罰的話 因為過去 做單利價格 所以大法官7億的話 解釋認為說這個不行 這樣的話呢 不可以這樣 用單利價格 所以我們才用交易金額 來作為這個 一個緩衝區 這個是在去年 去年 那個第一項是去年 按照價格交易而來 所以這一次是增加第三項 有關於揭露義務的財法 這個是上次 不久前才修過 去年才修 103號 一年多了 103點12月 103點12月 根據大法官716號解釋 才修正過的 那個交易額 所以第一項 第二項是沒有變 第三項是增加 對於揭露義務的財法 那個郭主長 你是有意見嗎 請說 有一個小問題 因為14條上市 就是加上了補助 那有特別提到說 補助不是具有 對價的交易行為 可是我們在罰則 都是用交易金額 來做處理的話 這樣解釋上 會不會有問題 您的意思就是說要補助或交易金額嗎 那這樣是不是把1234款都寫交易或補助金額 加這個貨補助 這樣好 第一項的1234款呢 把交易金額就是修正為交易或補助金額 第二項呢 第二項的話就不用了 因為補助金額是很明確的 應該不會吧 了解 補助金額應該明確吧 沒有說依舊企業的問題 那個交易 第二項應該不用改吧 因為補助金額本來就很明確吧 所以大夥官71號就是認為說這個不行 不相當 好 現在這個根據法治局跟法務部的意見18條 好 把第一項第1234款交易金額 這個修正為交易或補助金額 請尤委員 可是你這個補助 當然這裡牽涉到第14條了 因為其實補助的型態有很多種 你這只限於社會福利的補助 有排除 對 那其他的補助都沒有排除 那這樣子好像也不合理吧 是不是施行以後再看看 因為現在可以想像到說 比較可以合理性的 不必受規範的補助 那這個是那個社府的 因為社府的範圍 沒有 譬如說今天辦一個國際會議 你還是會補助啊 那這個補助 但是這個補助就要被罰了 這個不會那麼急迫嘛 因為社府的話也有急迫性 所以我們考慮要說社府的話 而且社府的話比較 比較有設計有社會性的 他的 基本上啦 是辦理社府的這個部分的話呢 比較具有社會相當性嘛 對 國際會議等等類型太多了 所以呢 基本上我就就應該要迴避 其實我要盡到迴避的義務 就禁止 就是說我們前面也討論過說 那我就不要 先不要 如果確實我是董監事 我就暫時不要當董監事 就是那天 承辦立委員有提到嘛 他有一些基金會 他可能為了迴避 他暫時這一段時間 任職期間 他就不當董監事 就這樣而已啊 他不能 他如果當顧問 老實講我也沒辦法 我們這裡規範的是董監事啊 假如他換個名義當顧問 當志工 這個不再規範換為內 好 請問各位同仁 各位同仁還有意見嗎 那我們十八條就修正通過 那麼原 現行條文的第十八條 我們就予以刪除 第十九條 第十九條要不要照剛才 法務部的意見 把新台幣三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 修正為兩萬元以上 二十萬元以下 好我們第十九條就修正通過 好二十條 二十條請說明 二十條這一部分的話是監察院跟法務部的分工啦 那其中 我們是採列舉式的 那 這個 第一 第一款 那個監察院的部分我們建議再修正一下 掛斧二 監察院的範圍裡面呢 第二條第一項 第二款 這個有關 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各院的院長 副院長這個不便 另外一個呢 職務列檢認十二職等 或相當檢 檢認第十二職等以上就高階了 那後面我們是建議把它修正為說 以上之首長副首長加上幕僚長副幕僚長 因為這個屬於中央級的話呢 有些幕僚長副幕僚長是十二職等以上的高階公務員 這個部分的話還是歸給監察院來處理 那所以配合後面的話呢 就是公職人員 選舉法免法產生的鄉鎮市長 市級以上的各級機關就是機關首長 就是把後段呢我們把它拆懇兩段 一個是十二職等以上的首長副首長 那另外加上幕僚長副幕僚長 都歸給監察院 這是管轄權的問題 那後面鄉鎮長的話呢 鄉鎮市級的話呢 現階段到沒有副首長 所以就是機關首長 就是說 就是把 十二職等以上集一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選舉產生之鄉鎮市級以上各級 政府機關首長副首長後 怎麼猜 你再 能不能有文字給我們 喔 不好意思 我在看舊的 對 對 對 十二職 已經採開了 第一款的掛戶二第二幕 其他的是法務部 對 這個 這個以外 這個以外的是法務部 這個第一 用的機械 對 就是 原則上十二職等以上的 公務員都歸給監察院啦 這裡面也包括法官檢察官 相當 相當十二職等 我們現在也是 本縫六級 就是本縫六級 後面有一個 第四幕 法官檢察官就相當檢討十二級 職等就是 就是本 因為現在沒有採 沒有採那個那個 官等嘛 沒有官等 所以就用本縫六級以上 這個上一次在工廷會的時候 大家有在討論說 是不是要這樣分兩個部門去 等於雙主管機關 那這個部分 說明一下 因為 法務部 他只是行政院之下的 這個二級機關 他如果要管到監察院 管到立法院來 老實講 這樣我們以下換上 總是比較不好吧 所以 我們在當 從當年立法的時候 就是 這個分成兩階段 兩個 不是分成兩個 分成兩個機關 比較院級的 就一級機關以上的 或是高階的 給監察院 那他的標準 就監察院統一的標準 十二職等以上的 但怎麼程度會被採法的 監察院有一定的標準 那 中 也不能說中的 那個簡認十一職等也算高階啦 十一職等以下的 這個歸給法務部 那法務部的話呢 我們自己採法也是有一套自己的標準 所以這個人呢不會說 一下子張三跑到監察院去 一下子跑到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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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來呢 不會這樣跳滑 那 這樣標準呢 都會一致 比較具有 比較具有一致性啦 當然不是說絕對一致性 比較具有一致性 好 請問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 意思就是說 立法委員是歸監察院啦 是啦 是啦 我們明天就被 被被燒掉 這個是有現實上的困難啦 我們第20條修正通過 主席 那個第1 第6幕那個第2條第3項 我們還沒有確定要不要加 抱歉 抱歉 我剛才那個第3幕 我忘了講 第3幕我們是做文字修正 因為原先是 那個第13頁那個掛湖山 那第2條第1項第4款 本來我們是寫公立學校 那因為後來考慮到說 因為還有金井宴校嘛 所以我們就把公立學校三個字穿掉 就是專科以上的 學校校長就 包括公立學校 包括金井宴校 這個的話呢 那就是 就是專科以上的就歸監察院 所以文字上我們做一點微調 這是第3幕 那個 不好意思您的意思 怎麼在那個 副長您剛剛在講的提醒什麼 我們剛剛是說第6幕那個 第二條第三項是人員 因為我們上次是保留 是是是是 所以這個要先保留 好啦 那我們第20條先保留 我們等到第2條第三項確定之後 再來處理第20條 好 好 第21條 第21條指的是 那個 處理機關要刊登公報 還有在電腦網路上面 網際網路上面來 公告周知的意思 這也是屬於揭露 好 各位如果沒有意見的話 我們就 專案通過 然後現行21條刪除 20條 21條刪除 20條 21條刪除 20 現行第20條 21條刪除 第22條 實行細則由行政院衛同考試院監察院定資 請問有沒有問題 好沒有問題我們就照案通過 第23條 本法制公布後6個月施行 23條 我們是建議修正一下 因為原來是 現行法是公布後施行 算是第三天就要施行 那因為我們還要定細則 這個部分 因為這次是等於前排修正 再會同 根據22條來會同 考試院監察院來來定細則 所以我們是建議是不是 給一個緩衝6個月 好請問各位同仁的意見 好沒有意見我們就修正通過 那個剛剛第19條 剛剛有提議說 是不是要把那個金額 緩緩的金額 要不要降下來 修正了 修正到2萬到20萬 好我們請各位回來看 第二條的第三項 請問バイ都要不要還有 請問 沒有請問 好吧 林委員 你有沒有問過國民黨黨團 我可以決定了 不用問 不過就是說 還是大家討論一下 我的建議是 我坦白說 我的建議是這一項不要擺 因為其實會衍生很多的困擾 因為你這個他還沒有上任 你如果要用影響力的話 這個漫無邊際 他就是因為你如果看他是後面適用上面 他是要他的職務 你就不能夠去假定沒有職務的人 是假定有職務 所以他那個利益衝突一定是指執行職務 但是他還沒有就任 他確實可能有影響力 但他沒有職務 你那個第五條的那個所謂利益衝 是指在說他執行職務的時候 引起作為或不作為 那個執行職務要怎麼去認定 他縣市首長當選人或者總統當選人 他還沒有就任 但是他還沒有去執行那個職務 所以這個我覺得這個 這個以後要怎麼認定的問題 這個會 我很難想像 這就是這個大家會主向 Wasn't that 這個人是這樣子的 然後我們要說 我們要去執行職務 請問那個人是 他們受暫心的 當然 我們如果要去執行職務 可以去執行職務 那個人... 我沒有想要去執行職務 沒想要去執行職務 所以我們要不去執行職務 如果你覺得職務 我UNEA的職務 我們現在是變成說你只要有個身分 甚至你那個身分是即將發生的身分 也都必須要進來 我覺得那個不合理啦 這個當然你們講的也都有道理 還沒上任嘛 他的算不算 他的影響力算不算他的 就是要怎麼去算他的職務範圍 但是影響力 影響力是可以想像的 我就說舉個例子 就是說我還沒當選 縣長之前 還沒上任之前但是當選 然後我明知道 我當選了 我就不能雇用我的二等親的人 對不對 那我就在 就是說我還沒上任之前 上任了就不能雇用了嘛 所以我只能在我當選 還沒上任之前 請先任的 趕快幫我處理好 比如說他是同黨的 我們假設各種狀況 那趕快先幫我的安插的 這個立衝法所不能安插的人 我請他先幫我安插好 然後我才上任 我有沒有這個影響力 有可能有這個影響力啊 例子齁 你去看他的那個第五條 他就是要指公職能員執行職務 得因其作為或不作為 直接或進階室 本能或其關心人獲取利益 對不對 你現在是拿得到了 一個要件 就是直接或進階室 本能或他二親人 關心人獲取利益 但你怎麼去界定他執行職務 他就沒有了 像你說的 他說他去找現任的講說 你來用這個我的這個二親等 但是他就是不符合執行職務的要件 那你要怎麼應用這個規定 不是執行職務 但是是發揮他的影響力 不是我們現在一直在看的就是說 好這個公職人員 他在執行職務的時候 他為什麼要買你的帳 那如果說 好你今天不買我的帳 等到我就認之後你就知道 那其實那個東西 都有另外的法律去規範 對不對 所以你這裡其實我們要的是說 讓那個公職人員 在執行職務的那個公職人員 他要有抗壓性 不是說我去弄一個所謂的無君事 讓這些公職人員 他都不用去做任何的判斷 因為所有的這些人 只要有這些身份的 全部都被我排除在無君事之外 我們現在這個立法變成是這樣 就是說 因為我們要去期待的是說 我今天公職人員 那我能夠去抗壓 對所有的這些 可能都會去影響我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 我把它用透明公開的方式 我把它公告 然後呢我所有 譬如說該補助的 或是說該 這個所謂的投標的等等 我都有一個公開透明的SOP 所以呢我公職人員 依照這個去做 那這樣子的話 不管你今天來的人 到底他是什麼身份 因為我並不會去受你的影響 我們今天不是吵這樣一個立法 而是說 今天我這個公職人員 說實在的 我完全抗壓性都沒有 所以呢只要有一個議員來 那我就只有投降的份 所以我在這裡規定說 你議員不准過來 你議員的助理也不准過來 你議員的這個誰 的三金等的這個誰 通通二金等的什麼 通通都不准進來 我們現在是在替公職人員 製造一個無君事 讓他能夠說不受這些的影響 我覺得這整個立法方式是錯誤的 我覺得這整個立法方式是錯誤的 他是包括在政務人員 那如果這樣的話 我跟林委員提醒 就譬如說 我們的包括大法官 考試委員 監察委員或NCC委員 他們被提名 提名之後 不是他們被提名之後 那他們會不會就因為這樣 就產生影響力 這個 雖然他還沒有通過這個同意權嘛 那這個要不要 如果照這個標準的話 這個要不要也規範在裡面 那他是要是同意權行使通過之後 還沒有上任之前 或是他被提名就要算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那這裡面你們所規範的 這個叫做 當選人名單公告之日 適同其就任機關之公職人員 然後依法代理或經授權前向公職人員 職務之人員 那譬如說 以現在的狀況 假設林權 他被公佈說未來的行政院長 那他有沒有包括在這裡面 看起來是沒有 對不對 那你這個 不是 是啦 可是問題是 那他已經被人家宣佈他是行政院長啊 對不對 那你他是不是有影響 如果我們說影響力啊 因為這個什麼部會首長 內政部長 這個你公佈了 內政部長 他假設他要影響警政署的人事呢 或他要影響警政署這個現在的業務呢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這樣擴散下去是沒完沒了啦 因為我們去把它講影響力 所以這個影響力到底要切在哪一塊 所以這個影響力到底要切在哪一塊 來 請說 這個 這個選舉當選的喔 跟這個政務人員我覺得還是不太一樣啦 就是說 他這個 第一個他不用再經過什麼樣的程序啊 他是當選人到就職這段時間 其實他就是百分之百他就是 就職除非發生變故啦 所以跟那個政務人員那個恐怕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他是比較堅固的 他的影響 我想他的影響力會比較堅固的喔 他不需要再經過什麼樣的審核啦 或是怎麼樣的程序啦 那當然這個一定會有這樣的爭論啦 就是他還沒有職務之前 還沒上任之前不是公務人員嘛第一個 但是而且他的也還沒有辦法正式行使職務 但是呢我們一直在講的就是說 我們要看他的實質嘛 他的影響力喔 有時候是大於啊 甚至大於即將卸任的人嘛 那個要卸任的喔 我們常稱他叫做柏角嘛 那柏角以後的他的那個實質影響力喔 比那個當選人喔還要小啊 當選人還沒就職啊 但是呢他權力啊 比那個柏角的 現在的公務人員 而且是有實質職權的人喔 他的權力還大啊 他已經可以開始任命了 你看我們現在常常看到 他就開始在任命誰誰誰 雖然他 他倒派任命啊 那大家反而是很相信啊 這個就是將來的官員啊 你看有沒有實質影響力 有啊他已經在行使他的職務啦 他在任命 我這個行政院長是誰 我的這個誰 雖然還沒有520啊 但是他已經任命好了啊 你說他沒有在執行職務了嗎 其實實質上他已經在執行職務了 他任命很多人了 還沒生效耶 但是他已經任命了 所以還是有一些爭論 我知道啦 林委員如果堅持的話 我們就來處理了好不好 如果你們不見怪的話 是 好 那我們就照程序 好 好 那我們就 這個第二條的第三項 要不要用這個 國民黨黨團的版本啊 列第三項 請各位做個決定 好 那我們就表決啦 好不好 好 舉手啦 舉手 好 好 這個 這個表決的案子要怎麼樣 就是說 贊成第二條 用國民黨黨團版本的委員 第三項 第三項 用國民黨黨團版本的委員 請舉手 好 贊成了 贊成了 贊成了請舉手 一票 反對的請舉手 三票 好 好 我們本 本案這個少數不通過 我們就第二條 就 呃 以行政院版本修正通過 那就是我會保留我們的意見在會 這個 是 林委員可以保留用會發言權 聲明意義 聲明意義 好 謝謝 好 我們回到第20條 第一項第一款第六目刪除 那第七目就調整為第六目 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六目刪除 第七目調整為第六目 好 我們二十條修正通過 好 您說第二條嗎 聽清楚 所以二十條那個 第一項第一款的第六目要刪除嗎 對 OK OK 好 木要改整第六目 對對對 有剛才都宣告了 第七目改第六目 好 來 周圓 不好意思 我針對二十三條再請教一個問題 因為這邊是說公佈後六個月施行 那如果行為時是在公佈後施行前這個六個月發生 是要適用修正前的法 那修正前現在的處罰是比較重的啦 那我想請教說這個 因為依照我們的立法意旨 我們已經修正處罰比較輕嘛 但因為現在還沒有公佈 但如果是用行為時的法律是比較重的 這部分看 怎麼 請次長可以說明一下 來 請說明 第三條 第四條 那個有一個 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 適用最初採處時的法律 最初採處 就是說我還沒有採嘛 比方說行為後 比方說六月一號公佈啦 那因為六個月的話十二月對不對 那在六月到十二月底之間 如果採處的話呢 那是用旧法 如果說到十二月一月一號施行 到一月一號施行的話 那還沒有採處的話 適用新法 以採處 最初採處時 我現在是行政法第五條 第四條還是第五條是嗎 行政法第五條裡面有規定 這個時候我們法務部跟監察院 可能應該會把案子先暫停一下 這個我只能這樣說啦 但是這個不能心自問自 那不要列入紀錄 市長你的發言 在麥克風講就會列入紀錄 好 這個 以上 三案 好 就是我們 工作人員立意衝突回避法 部分條文修正查案 這個以上三案啦 並按審查完俊 擬據審查報告 提報院會公爵 請問是否需要交由黨團協商 好 我們就交黨團協商 那麼院會討論時 由召集委員 由本人啊 來說明 今天會議到此結束 現在散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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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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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